那麼現在你看到這個 裡面是不是有三個 對不對 那其實等一下我們要把這三個 把它放到一個影片片段裡面去啦 你看我完成檔這邊 有沒有發現只有一個音格 一個影片片段我現在點到他 這個是不是影片片段 有沒有 對齁這個影片片段裡面有誰 就是剛剛那三個有沒有 那一開始這個會不會亂動 不會所以一開始有沒有停止 那你了解齁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這邊來喔 回到你的原始檔這邊這裡有三個對不對 如果萬一有時候你會這樣子 我本來要 做結果我做到場景上了 那你要不要重來 其實也可以不用 那怎麼做咧來這個把它 全部選起來 影格全部選起來按右鍵 記得齁如果你要操縱影格的那個什麼 減下複製貼上啊 這沒有 沒有用那個快速鍵什麼 Ctrl S Ctrl V 那個都是 你如果從這裡來的 什麼減下複製 這個都是針對誰 針對場景上 場景上這些物件的 你了解齁 針對影格的操作一定是都按右鍵的 可以 接受了齁 好 所以我現在針對這個 按右鍵 有沒有這個叫減下影格 跟減下就不一樣 齁 減下 但是沒有東西的 好 所以我現在來插入一個新的元件 這個我叫松鼠 好 影片變亂喔 因為我要讓他 不斷動嘛 好 那麼再來 也不是貼上 因為你是影片的操作 所以請在這邊按右鍵 貼上影格 按OK 是不是就進來了 所以萬一你不小心坐到外面去 或者坐到別的地方你就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不用說一定要重新來做過 那 待會我放進來之後 增加一個 圖層叫Action 然後呢 第一個是要先停止 我現在是影片片段所以希望他停止 好來這邊 點到他 STOP 這樣就完成齁 來等一下我們再來看怎麼樣去抓 把你按下的那個按鍵 好來畫面還給你 現在 我們這個做好了對不對 如果你這個 是不是剩下有後面還有空的 你可以把它移掉 我剛剛剪掉影格但是這個 他並沒有把它完全清掉有沒有 他只把內容剪掉而已 但是影格會 空的會留下來我就移除 現在是不是剩下一個 好 現在呢我就把松鼠這個丟進來 那因為我們剛開始是不是已經叫他停了 所以你可以先測試看看 他應該會停住才對啦 有沒有 這樣就停住了 好 那 等一下呢我們再來看 因為這段語法可能你就要開完成檔 打開來看 你看喔 我點到誰 我現在回到 場景 現在是完成檔的場景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 影片片段 那 你把動作這個打開來 你稍微看一下我把那個語法跟你講一下 哇 誰做安捏 喔 好像很難喔 好像很難喔 但是講解一下 你看一下 有沒有剛剛看到我寫在版本 unclick event 什麼樣的影片片段事件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 這個叫 叫Enter frame 一樣還是維持那個嘛 首字小寫 第二字一算大寫 好 Enter frame是什麼事件 你看我們按鈕有 按下後放開 然後有滑過啦 滑出啦 之類的 那Enter frame比較特別 就是說 它是怎麼樣 它會不斷偵測 你看我 如果我在按按鍵 我怎麼知道你什麼時候按下去 我是不是要 隨時 保持警覺 要在那邊聽嘛 所以說這個Enter frame我們常常在用 就讓它怎麼樣 不斷的 偵測 不斷偵測你有沒有按下去 不斷偵測你有沒有按下去 你了解意思嗎 這種叫Enter frame 它就 不斷的做裡面的這一段內容 好 那麼 知道了這個之後 再來 當我按下什麼 我是要pound down 它按下什麼按鍵 方向鍵的時候 我就 跑到第幾個影格 對不對 你看喔 分成三個 第一個 如果你按下的 if if就是如果嘛 如果什麼條件 裡面就什麼條件 key 哪一個按鍵 is down 被按下 哪一個按鍵 按鍵的內容 寫在這裡 是左邊的 如果左邊被按下的 就看左邊 是不是就go to and stop 我沒有用go to and play 因為我要停在那一格 對不對 好 那麼 下面這個是一樣的寫法 如果 拿一個按鍵被按下 向右邊的 我就跑去停在第五格 一張有沒有覺得比較容易懂了 沒有 沒有 向左邊向右邊 是因為我們剛剛在這個場景裡面 有沒有你看喔 這裡面我們點進去 好 第一格是看左邊 這是在影片片段裡面 第五格 看右邊 所以 跑到第幾格那是因為你的場景 你安排的時候是放在第幾格 今天如果你把 傻傻分不清楚放在第五格 那麼 看前面的 up的 就按下up 向上的就應該跑到第五格不是第十格 那我了解意思啊齁 所以說 現在 你等一下呢 你就把完成檔打開 點到它 我不要你直接寫 我讓你先call 先用call的 把它全部選起來可以嗎 按右鍵 等一下你做一件事情 寫 註解 不然 對啊對啊 不然以後你還會記得嗎 不會啊 所以我就把這段 場景上這個 call好了對不對 拿來這邊 是不是點到它 現在是影片片段 一定要確認選到誰 打開 你把它貼進去 可以吧 等一下你先做這個動作 好不好 先把它丟出來然後 打開完成檔 去把那個程式複製過來 現在你做好 其實你可以測試看看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因為既然用call的 應該是不會錯啦 有沒有 方向鍵 好 那麼 它沒有規 這個沒有規定說你 up的就要右或左 你看右我就直接按左邊 它就直接跳過來 它就直接跳了 所以我們 你可以發現慢慢的 我一直在跟各位強調 主場景真的是越來越簡單 因為我們都拆開來了 都拆開來了 那 我現在點到它 我們怎麼樣加注解 你一定要確認選到誰 點到影片片段了 好 動作 這裡 如果你不確定 是什麼 加注解 兩條斜線 右上左下的那一種 右上左下 它會自動變成這個灰色的 那你就在上面比如說我來註解一個 Enterflame 好 這個事件 不斷的偵測 然後在下面 一樣 因為這樣子是讓你以後才知道這是什麼 如果 按 下 向左 鍵 向左的方向鍵 你如果那麼久了就 嚇得嚇壞了 呵呵呵呵呵 這樣有錢不錯吧 可以的 那剩下當然你要用複製的事就一樣 就放到下面來 可以啦齁 你試看看 可能是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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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啊 你要控幾個就控幾個沒有關係 他注解就是不會去理你 就是他執行的時候他只要看到兩條斜線 他就不會 不執行 對所以說你寫在哪裡這是沒有差 你明明不像是 好嗎 OK 好呀 好呀 好吧